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来给大家讲解 参数的装饰器 那我们打开上节课的代码 我们对上节课的代码 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现在把这个 Test类里面的东西都删除掉 我们写一个叫做 GetInfo这样的函数件 它里面呢会接受一个 叫做Name的参数 类型是Stream 会接受一个Edge的参数 类型是Member 然后我可以console.log一下 Name都好 Edge 保存 现在呢我去创建这样的一个 Test的实例 然后运行Test.getInfo 保存 那它会提示有一点问题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没有传Name和Edge里面 所以Name传Delt Edge的传30 这要传一个数字进来 OK没问题 Npm run第一位 它会打印出Delt30对吧 没问题啊 那我们之前讲过 可以对类的方法 类的访问器 去做这种Decorator的修饰 还可以对类本身 做Decorator的修饰 同时还讲了 那我们可以对类里面的属性 做装饰器的修饰 那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对类里面的方法的参数 做修饰 这里面我可以写一个叫做Param 这样的一个参数装饰器 那参数装饰器怎么写 我把这块代码先干掉 只要是装饰器 它一定都是个函数 只不过参数的装饰器 它接受的参数 和之前我们接受的参数 有点差异 那它会接受三个参数 第一个呢 依然是原型 第二个呢 是K 也就是参数的名字 第三个参数实际上是一个Param Index 也就是参数所在的这个方法 这个参数处于第几个位置啊 那它的类型呢 应该是一个Nender 当我们写完了之后 我可以console.log一下 Target Docad K 做好 Param Index 保存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第一个打印出来的是 这样的一个原型 第二个打印出来的是 GetInfo这个方法 所以刚才我这块讲的有点问题 也就是说 这块我还是写一下吧 第一个参数是原型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呀 方法名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给它改成一个Messor 第三个是参数所在的位置 OK 你可以看到参数所在的位置是零 那就说明啊 它现在 你的这个装饰器 装饰的这个参数所在的位置 是第一个位置啊 下标是零 那如果你把这个装饰器挪一下 挪到A这里 保存 我们庆下屏 再去运行NPM Run 第一位 这个时候大家看 那你位置对应的下标就变成了1 所以它代表的是你修饰的这个参数所在的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参数的位置啊 OK 那讲到这里 大家其实也就掌握了 如何对类里面的一个方法 对应的参数做这种装饰 也就是参数的装饰器该怎么去写 好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